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呀 可了不得了 我们要做个千层饼 那千层饼 我一会儿得数着点 是不是千层 差一层就不行 好 好 大姐 这么所谓千层饼 对了很多层的那种 很多层的那种 然后今天这个 主要是在这个和面上 和面上 很假的 今天这个是用的是半发面 半发面 对了 这半发面是什么面团啊 半发面吧 它吃去了以后吧 它比那个发面嘛 它要是硬一些 比那个就上面 或什么它要软一些 因为今天吧 就是说在家的情况下 就是说也可以 就是说我和一半面 然后吧 放在一边 那在另一半吧 加酵母和 然后和完两个面团 然后再和在一起 这也叫半发面 那么如果是你今天 和完了以后 它简直用这个面呢 它就可以酵母 就是平常的 就是说在一斤面放五克 那么今天 它就可以放两克 我懂了 和完面 它就开始用 不用等它发 然后这里叫半发面 连醒都不用醒 带着什么意思 就别把它发痛 我们把酵母量少一点 它能工作 那么一点是吧 对对对 那我明白 发一半在这里头 好 那咱就开始准备加吧 加吧 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一斤两克就差不多 然后吧 温水的就不用要用了 因为你在现在这个环境 都好了嘛 对啊 冬天也不像冬天了 在家有暖气 夏天温温温很适中 所以说直接用凉水 来我们这边用手了 这个不用拍了 好 其实这个发酵啊 大家知道 一旦呢 加了酵母之后 这个面 它就有了一个化学的变化 是吧 因为发酵了 所以B维生素就提升了 主要有B和B二和维生素B十二 这些全都归功于酵母 酵母 对 所以酵母就有神奇的特点 会把原来这个米面当中 很少的维生素B维 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多吃酵母 对小孩子 消化系统不太好的人来讲 就更适合了 也就是说 其实咱们平时啊 有些朋友胃不好 养中吃发面的 这种面食的习惯 是吧 你看今天咱们是半发面 所以说但是有一半发酵的 等于是折中了 是不是 好了 大嘴 好放的 那我就给您醒着吧 醒着 好 再放这边 醒着 搬完笑以后那就开始 这千层肉饼的面皮 就算是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大厨就要教您 秘制馅料的制作了 如何让做出的肉饼 纯齿留香 只是几位家常的食材 就能做出这百年传承的 秘制馅料吗 咱今天什么馅 今天就是牛肉 牛肉吧 我想它柴 稍微加了一点点 五花肉馅 如果是青摘的话 那就不加了 是吧 那就是要是不是回眠的话 那就可以加 吃上加一点 可以 这个一般不是回眠的家庭 都会加一点 猪五花肉配着 是吧 对 调一调 然后呢大姐 然后咱先开始加花椒水吧 花椒水 不要加太多了 平常我就是包饺子 包饺子都加到四两 因为饼嘛 它这个面本身很软 要是加的太多了以后吧 它就是发黏了 再加二两就可以了 今天加少量的 是吧 这花椒水打进去以后吧 加点盐 加点盐 加点鸡精 然后今天的这个副料 是用的是紫色的圆葱 这个圆葱和这个黑胡椒粉 它两个比较搭 这牛肉跟黑胡椒 那非常的合拍 对 因为你挑别的 挑猪肉馅 或什么馅 把它用白胡椒 里边 因为牛肉和圆葱 它都喜欢这个黑胡椒 对黑胡椒 所以今天 在里面给它用黑胡椒 那咱就来一点 好 洋气一点 好吧 对洋气的 是是是是 然后再把它拌开 是吧 拌开以后 再放点姜吧 姜 大葱那里不用放了 因为那里副料是洋葱嘛 是是是 所以洋葱一定要有紫色的 这种口感会比那个白皮的那种要 口味要浓一些 对 其实我个人不只是喜欢那个 我们的紫洋葱它的口感 而且我觉得它因为紫皮的 现在我们流行吃这个深色食物 今天在洋葱加上去 不光是一个调味料 它是一个辅料 其实 这个洋葱啊 之所以选择是紫的 紫的一定有紫的道理 对 它的花青素含量 一定比白洋葱 或者浅洋葱含量会更高 花青素是这一类 这种抗野化的物质 也是决定植物的色彩的一种 像我们说的葡萄紫 葡萄 像什么桑葱 像是紫干了 全部都是花青素 这些花青素呢 起来干嘛 第一个作用是非常好的 美容养颜 对对对 对吧 还有对于呼吸道粘膜 是一个很好的维护作用 对全身的免疫系统的提升 是个好作用 确实 对血液的粘稠度 是一个很好的防治作用 对血糖和血压是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你看它作用的效果是全了 所以咱今天加的这个比例的话 应该有些讲究吧大姐 一般就是一比一吧 一比一 一副洋葱 一副洋葱 不要加太多了 不要太多 烙的时候表面还有薄薄的一层油 这样的话 把它就少 适量就可以了 一斤有一两只差不多了 不然就腻了 对 那个油把封口一后吧 然后再放这个 它不容易下水这个样 就最后再放这个素的食材 对 最后再放素的食材 防止它下水 确实 你看如果是说我们做一个切层饼的话 对我们不能让它那个蒸顺出来 那感觉不好 对 这样就可以了 来 咱们直接准备烙切层饼吧 这刚才咱那块面团 饼的面嘛 一定要不要太硬 硬了以后把它口感也不好 所有的饼都是要软一点吗 大姐 进口量的都软一些 都软一点 对 那咱这个千层饼千层饼 那怎么能出来千层呢 我觉得这挺纳闷的 这个是叠出来的也是 也是叠的 也是叠的 我发现这个也不好干 面饼分层有妙招 这千层的肉饼要如何制作 这百年秘制的烹饪工艺 在家也能做吗 接下来看大厨教您 千层肉饼在家做 你看你一擀它就来回双缩 这个是半发面的 对呀 比刚才那个强多了 刚才那个是加盐了 但这个没加盐 哦 明白明白 擀起来 好嘞 大表 刚才那块是水油面 那这一块没加油 它就是个纯的半发面 其实你就想 它就是一半是发酵的面团 另外一半是死面团 是吧 这个呢 在上面刷一层油 在表面刷一层油 刷一层油 哦 你意思说这是一个创造千层的关键 对 撒一点面粉 哦 让它又酥又脆的感觉 哎呀 这怎么能出千层 这不还不是一 不就一层吗 一会儿你看吧 他嘴 现在把馅料的你铺在上面 铺在上面 铺在红糖一样 像鱼足 牛肉千层饼 咱必须吃到牛肉的香香的味道 哎呦 这弹得够实在的大姐 就一看就给自己家人做饭 就能够 家庭板的再加呢 就吃 讲究好吃一些 这个牛肉这个补气的作用 是在众多肉当中 也是堪称一个榜样了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牛肉当中 它的蛋白质含量呢 更多一点 它的这个肉质那么鲜红 它的铁含量更多一些 所以在冬日进步当中 大家会选顺牛和羊 对 而且我作为一个无肉不欢的人 我最喜欢吃的肉 就是牛肉 哎呦 我一想都感觉自己充满着肌肉 爱吃 肯定是牛肉有嚼劲 对 鲜红含量 口感又好 是吧 那咱把牛肉下多铺了一大层 然后咱要干嘛 大姐 好 再把它切四刀 这个地方 上面两刀 下面两刀 中间不是连着的 不是啊 然后干嘛呀 中间是这个样子 可以啊 你看 两边刀过来 咱们的那边 大姐 刀过来 然后干嘛 大姐 然后再刀过来 嗯 这玩模仿的 哎呦 然后干嘛呀 这个样子过来 哦 然后捞起来把它 来 哎呦 这个这个 好 有点像香和肉饼的感觉 或者露馅这个地方 哎呦 给它这样收起来 对 每一层中间都夹了一层像 对对对 这个饼吧 你看 放在手里看 真是好 是不是满满的大姐 非常的好 非常好 这个饼吧 你看 放在手里看 软软的感觉 那是什么感觉 你试一下 你看 我摸吧 什么感觉 哎呦 你听这声 特别的堆石啊 特别好 然后再压一下 那大姐 我能知道 你这为什么 千层饼了 它里边左大 右大 又大的话 它就出两个层了 对 就会明白 它为什么要加油了 它加了油 实际上 它是让那层皮儿 里面的皮儿 和里面的馅儿分离 不然你就都粘成一团了 是吧大姐 对 开火 开火 那大姐 我就给您热着 您的锅 跟刚才一样吗 先定型再加油吗 对 先定型吧 哎呦 因为现在都讲得真好 来大姐 您这边请 好 千层饼 大姐开篇说了 肯定特好吃 我就想了 这千层饼 一定是 那个外皮儿超酥的 那种一咬巴巴巴 裂的那种 然后里边的馅儿呢 还得透 还得香 那今天我们就看看 大家怎么把这个饼 烙到外面酥一点 是不是 哎呦 放上咯 哎呦 真好 还是把它定一下行 是 因为今天这两款饼吧 你看这上面这个是肉的 那个是糖的 又是有芝麻酱什么的 咱就是不要放太多油太腻了 纯粹的就一个饼 它就是什么都没有 里边光带葱花干什么的 可以油稍微多一点 也就是说咱在底下烙的时候 其实我们底下的火 也要控制小一点 这个火很关键 那家的时候吧 你就把它瞧到 呃就是 这个大火球带了以后 小边 外边这一圈吧 微微吧 这要找它就可以 那边火 再加一点外火 哎对 不要这个味道 不要太大 太大以后 它也容易糊 你看大嘴 你看这个颜色 你看这个定住一层了 是吧 定住一层 这个饼啊 不知道为什么 就跟妈妈的爱 永远是能够友善关联的 紧密相容 我方也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两种美食 让你觉得最温暖 一个是老妈的饼 一个是丈母娘的疙瘩 这些东西 为什么说它是经典的味道 就是它饱含 那些浓浓的亲情在里面 妈妈烙饼的时候 为什么要烙饼啊 哎 这个人都爱吃点香口的 总是白面啊 大面就会寡淡 随着这边 就会觉得油香的很好吃 而且一直需要吃馅儿饼 就什么都不需要 对啊 为什么说丈母娘的 疙瘩汤和面权最好吃呢 因为她体系女婿 觉得说哎呀 下巴的时候 鲜蜜蜜热乎了 就会让你觉得很贴心 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亲情在 它的含义 就在食物当中凸显出来了 所以我们说食物啊 吃的都不光是 胃脸上享受 还有一个是情感上的沟通 人和人之间的这种 情感的沟通是吧 所以大姐您今天教的这一个饼 我现在很多人看了之后 都会有四项的情节 如果您是在离开 父母身间生活的话 哎呦 来刷油 跟刚才一样大姐啊 对 和那个糖饼一样 把它刷油 一会烙成金黄色 我们就出光了 什么程度的时候 咱再刷最后一点油呢 翻开了以后吧 你看这上面都定型起 翻开了以后 颜色变成金黄色 它有一层错衣在上面了是吧 对 你看 好 大嘴的虾开始出光吧 出光吧咱就好不好 来 出光了 出光了 哎呦 真酥香啊 你看这表皮 这表皮的话就跟那个 普通馅饼不一样 普通馅饼都挺厚 这个薄的是吧 好 但这里面还千层的 咱给你见证一下千层 好不好 哎呦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你别说 这真是千层表 真的一切开之后 你就看到那侧面啊 都是一层一层的面 还有一层层的肉了 大家我们受不了了 咱直接开吃吧 行不行 好好好 来试试喽 来来来 这样我们这道秘制的千层肉饼就做好了 再来看看它的制作方法吧 这款面食的主要食材有 面粉 牛肉 五花肉 洋葱和姜末 第一步 将面粉翻成两份 一半加入酵母和水 另一半只活水 两份面分别活匀后 搅在一起 活匀成团 第二步 将牛肉馅中 加入少量的五花肉馅进行搅拌 而后加入少量的花椒水 盐 鸡粉 黑胡椒 姜末 紫洋葱丁 搅拌均匀后备料 第三步 将饧好的面团擀成面饼 并在面皮上刷一层油 铺上调好的肉馅 而后在面饼上切四刀 将面饼卷起 封上口 再将面团团圆后压扁 擀制成面饼 第四步 将做好的面饼放入锅中 烙制成形后翻面 待两面煎至金黄后 在面皮的两面分别刷上油 烙制十分钟 出锅即可 这样我们这道密制的千层肉饼就做好了 快去试试吧